在中國大陸失聯的 二十二歲國姓男子人找到了 但卻因為涉及詐騙案 在大陸被逮捕調查中 目前狀況未明讓家屬相當擔心 家屬表示國姓男子剛大學畢業 在台灣有工作 沒有經濟壓力 卻突然說要到大陸賺錢 還強調不會有危險 而家屬也透露有知情人士跟他說 國姓男子會被騙到大陸 背後是有在台的人口販賣住先 或是集團在操控 回於台灣政府要正視淵頭 不希望還有人繼續受害 也希望政府能夠幫忙 讓郭姓男子能盡快回家 採訪報導